第十四季 WSBO 名字超級籃球聯賽 14號在台北體育館點燃戰火 由於多達12位戰將 西進WCBA勢必影響戰局 要對新成員能否填補空缺 成為這季的焦點 本季首場比賽 由上季第二名的台員 居戰台電 少了主力先發吳英傑 劉希葉 台員補進UBA好手林文佑 佐進 其中佐進更在WSBO首戰 就獲得先發機會 餘二年級生彭曉彤 合力攻下37分 幫助台員以89比68 擊敗台電 收下勝利 年輕選手打得真的還不錯 學姐也幫忙了協助他們滿多的 所以整體上對我們來說 進攻很順 防守上也有做得還OK 可是還是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因為畢竟你還有電信 還有國泰的這個比較整齊的球隊 可能你打起來又不一樣 我很緊張 只是我想說我要克服住 不然因為我覺得我一緊張 就是什麼都不會做 畢竟是心聲 所以想說就是 告自己不要那麼有壓力的 放開去打這樣子 試鏡大學三年級的卓景 挑戰WSBO舞台 表現完全不像菜鳥 這場比賽上場29分鐘 表情合三分球 角數全隊最高的23分 外帶兩單板兩助攻 我覺得防守吧 因為畢竟我在 就是比UBA又高了一截 所以我覺得 對手的進攻一定 一定會比UBA來得強 所以我覺得心聲 我覺得應該先從防守做起 我是希望他可以慢慢穩定下來 就是說無論球場上的 不是只有攻怎麼守 怎麼去球場上跟球隊的一些配合 包括跟團隊的一些合作 還要更大的成長 WSBO清球季全面改造 特別在行銷方面 除了設計全新logo及視覺 整季賽事都能透過電視轉播收看 期待給球迷耳目一新的感覺 競賞力挺和玩女籃